现在小程序里面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可以注册新用户的页面 这个页面跟登录页面有点像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复制一下这个登录页面 在pages users里面复制一下这个login.js 名字可以叫做register.js 再复制一下这个登录页面的试图文件 名字可以叫做register.wxml 然后打开这个app.json 在小程序的页面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页面 位置就是pages users register 先把这个页面作为小程序的首页 回到注册页面的试图文件 注册新用户的时候可以输入用户的名字密码 还需要一个电子邮件的地址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这个用户名这个字段 字段的标签上面的文字可以是邮件 先去掉这个focus属性 这样复的文字是输入邮件地址 处理的事件可以用一下on-input-email 再找到这个提交按钮 按钮上面的文字是注册 然后打开页面的逻辑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新的事件处理方法 直接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on-input-username 方法的名字是on-input-email 设置的就是页面上的email这个数据 然后在页面的数据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新的email 让它先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好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